接下来我们对前片进行一个转嗓的处理 首先我们可以我们使用智能笔工具画出嗓的新位置 右键结束 然后将这些框架线可以进行隐藏 也可以不用管它 然后选择转嗓工具 单击或者框选需要转移的线 然后右键再选择新的嗓线 再右键再选择嗓移动的起始边 然后再选择另一边 这样我们这个嗓就完成了一个全部转移 如果我们需要部分转移的话 也是同样框选需要转移的线 这样我先把这个线 把这个框架线 给换成一个别的颜色 框架线给它换成一个紫色看看 紫色看不清 它也没显示 好我们把框架线换成紫色 这样我们再来进行一个转嗓 选择转嗓工具 单击或框选需要转移的线 全部需要转移的线都要选择 然后单击右键 选择新的嗓线 单击右键 再选择转移的起始边 此时需要按住Counture再点击另一边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部分转移 比如我们转移原来的0.6 也可以按照距离 按照嗓宽的距离来进行转移 我们转移原来的0.6 单击确定 那么这个嗓就转移到了 领子的部分 然后我们将这一部分作为一个秀笼的松量 我们使用智能笔重新顺这个线 将这个线的颜色改一下 颜色不用改 改一下它的线形 单击 然后使用智能笔工具靠近右键调整 拖动进行一个调整 调整工具进行调整 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线其实也是可以进行调整的 它是不够圆顺的 不够协调的 调整好之后 这就是我们新的一个秀笼弧线 我们现在确定前小间斜的长度 将智能笔放到前间斜线上 单击左键 我们来选择它的参数 这里是应当是后小间斜的长度 这里应当是后脚小间斜的长度 我们刚刚输入的时候储存没有输正确 减去一个1的量 单击确定 就找到了这个点 我们从这个点开始连接到前面 前钟 然后进行调整 重新 重新得到一个 领口弧线 接着设计它的领 领子部分 单击右键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一段我们刚刚是进行了一个保存的 这两段的长度是要相等的 我们刚刚保存的是前领口 A之后保存的是B 是这个数值 然后右键进行调整 它这个使用公式法画的 我们的位置必须要事先给它确定好 这里 这里 长度是B 调整 这边 这边同样给它调整圆顺 这个领部的设计 是一个设计量 斜度 我们可以自行设计 可以是平的 也可以是斜的 但是长度是有规定 有确定的 有确定的数值的 我们先给它进行 参数的设定 领 我们找到领围 我们找到领围 也就是我们储存的领大 然后二分之一领大 再减去 减去我们的前领口 加一个参数 前领口A的量 单减 单击确定 使用智能笔工具 将前面旋垂部分画出来 这一部分的长度是要大于原来这一部分的长度的 它要加上一个旋垂者的量 进行一个调整 这里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个顺滑的一个调整 使它这里衔接更顺一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调整满意之后 接下来我们对嗓进行一个处理 这个是BP点 BP点我们在使用智能笔工具 往下 使用智能笔工具 敲Enter 往下 取两公分 三二四都是可以的 往下 下面一个 复值 取一个三公分的点 在右键画直线 使用点工具找到一个关键点 可以将这条线删除或者隐藏 使用追行赏工具 在右侧的工具栏 属性里面 选择生成菱形嗓 左键单击关键点 弹出对话框 嗓大 嗓大 W是嗓大 我们设置一个2.5的嗓 第29 直接到达屯围线 上面输入一个17 我们可以先单击确定 然后看看这个嗓的位置是否正确 我们将图缩小 放到 放到线上 放到这个嗓上 然后单击右键 可以进行一个更改 数据的更改 比如这17 我们可以改成 16 再小一点 14 13 然后钻孔 钻孔可以进行 同样进行钻孔的一个设置 曲线类型 这是系统自定的 不能更改的 这个是我们这里做直线的嗓 单击确定 那这个嗓就做好了 使用智能笔工具 放到点上 放到群长下端的这个点上 右键拖动 选框 左键结束进行参数设置 我们的宽度给它设定一个2.5 2.5的一个大门宽度 单击确定 使用线调整工具 可以将这些线进行延长 2.5 2.5 然后智能笔工具 在这下方 找到一个点 下落5公分 连接我们的领子 右键进行一个调整 使这里衔接顺滑 添加调整点 我们可以看到此时 这个线很容易吸附到这条线上 我们按住Ctrl键 就可以 自由的进行调动 不会吸附 感谢观看 调整满意之后 我们这个图大致的轮廓就已经出来 现在就要进行一个扣位的设置 我们在中间这一段进行一个扣位的设计 使用扣眼工具